咱们今天来说一件 2014年发生在内蒙古扎赖特旗的一起凶杀案 2014年6月27号 在内蒙古扎赖特旗的一个公园里边 有人发现了一具男尸 这案发现场就位于小镇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这个公园平时人来人往 就在6月27号这天清晨 有人就发现啊 在这公园中心佛塔旁边的树林子里 有这么一具男性的尸体 这个案子让当地公安局的局长啊 愁的都在那揪头发呀 那么这个现场呢 是在这佛塔旁边的这树林里 这尸体上边啊 有一个防水材料 就大伙建的特别多的那种装修用的啊 那防水的羽布 打开这个防水羽布 底下就是这尸体 尸体呢 因为是在夏天已经高度腐败了 并且尸体的穿着呀 非常的完整 没有破损 尸体表面呢 也没有任何的锐气伤 就是没有什么刀伤啊 是砍的是刺的都没有 但是头部有顿气打击伤 死因是什么呢 是重度开放性 颅脑损伤死亡 法医啊 在现场初步鉴定的时候 把这些结果就跟现场的刑警说 刑警们呢 哎呀 还一边听 也一边急的揪头发呀 因为这个现场啊 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各位 没有不寻常的地方 这就是最不寻常的地方了 这案发现场不复杂 附近呢 就一块大石头 这大石头上 有血迹 有毛发 那么 应该这石头 就是作案的凶器 尸体 用那防水的雨布裹着 现场附近 没有任何凌乱的痕迹 您各位说了 不杂乱不凌乱 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现场 怎么会发愁呢 对呀 就是因为这个发愁啊 它不凌乱不杂乱 那么就证明现场 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线索和物证 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啊 应该挺长的了 警方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各位听友们 您可以利用这么十秒钟 八秒钟的时间想想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它会不会是第一案发现场呢 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衣着很完整 外边盖着防雨布 旁边一块大石头 身上没有锐气伤啊 脑袋上明显的就是让人砸死的 警方啊 一开始认为 这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很可能是抛尸现场 因为如果这儿是第一现场的话啊 这具无名男尸拿着这个防雨布把它包裹起来 这是需要时间的 其他的一些处理尸体的过程也需要时间 这公园人来人往的 你在这儿这么大庭广众的处理尸体杀人 那不太现实 很不方便 包裹他的这个呢 就是那种工程用的防雨布 当时这块防雨布上边啊 还有那种水泥白灰的渣子 警方就感觉 这是不是哪块装修淘汰下来的呀 因为这公园里边啊 不应该有这种布 警方就猜 是不是哪个工地上摔死工人什么了呀 从工地上裹一块布 把它挪到这儿 可能是没给工人上保险 怕赔钱啊 还是怕怎么的 而且当时呢 那个树林子底下呀 那树是很密集的 没有办法展开搏斗 如果搏斗的话 一定会有搏斗痕迹 但是现场没有 无论是从尸体上的痕迹来说 还是从现场的痕迹来说 警方就认为这个人 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昏迷的时候 被人给打死了 又被扔到了公园里边 分析来分析去 这里啊 应该就是第二现场 可是又有的民警提出来不同的想法 为什么呢 附近不是有那块大石头吗 那石头上有血迹 有毛发呀 这应该是凶器呀 那块石头得有三十斤左右 后来经过技术鉴定 石头上的血迹和毛发 就是死者的 如果说这里是第二现场 在别的地方拿石头 把人砸死了 啊 他把尸体挪这来就算了呗 这么重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他也搬过来 干什么用啊 判断案发现场 这是破案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基础 这儿是不是第一现场 也能说明很多的问题 为了查清楚第一现场 是不是这儿 警方呢 在案情分析会上 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什么突破点呢 就是看那块包裹尸体的防水布 如果说这是抛尸现场 把这人打死之后 拿这防水布这么一包 又扔到这儿的 那么这防水材料上的血迹 应该是擦拭状的 因为你包的时候 必然会蹭上嘛 对吧 但是这块布上的血迹 以及啊 那大石头上有的血迹 是喷射状的血迹 这也就是说 这里就应该是第一现场 为了深入核实 警方再一次勘察了现场 最终确定第一现场就是这儿 如果说是抛尸现场的话 那么嫌疑人 带着那么大一具尸体 肯定会被发现的 但是警方啊 通过监控视频的这种筛选筛查 都没有发现 又问了现场的一些可能的目击证人 也没有发现 第一现场是判断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什么情况呢 死者衣物是很完整 但是裤腰带和裤子的拉链是解开的 警方就想啊 是不是死者在这儿跟什么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裤腰带是解开的 扣子是解开的 拉链也是解开的呢 警方就琢磨着 这个案子应该是跟情有关 很可能是情杀案 尽管说有着种种猜测吧 但目前为止 这依然是一具无名尸体 他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查清尸源 无名尸体案 这是警方最头疼的案件了 而按照以往的经验啊 一旦说找到尸源了 确认死者是谁了 那么侦破就是水到渠成 世界上他没有无缘无故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 既然说凶手把他杀死了 那么一定有因果关系 因为什么事情才要杀死他 只要确定死者是谁 那就查他的社会关系 排查出来一点一点的关系 往往就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了 因为尸体啊 已经高度腐败了 没有办法进行辨认 所以侦察员呢 开始通过现场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证据来进行分析 首先还是分析那块布 这是工程用的防御布 因为啊 这个布顶上还有水泥和白灰的渣子 这应该是装修的时候淘汰下来的 所以跟装修或者工程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死者的手 当时这手啊是受着伤的 缠着绷带的 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干活的工人 干活的时候呢 把手给碰伤了 再一个 死者的衣着啊 包括穿的鞋子 穿的呢 不是那种西装笔顶的那种正装 而是穿的很休闲 鞋呢 也像是普通打工者穿的那种鞋子 所以警方判断 死者很可能就是在某个工地打工的 按照这个推断 警方对全城的工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因为这些物证都指向了工地 所以侦察员对这次走访 非常有信心 而与此同时 根据现场的物证 对嫌疑人呢 也进行了刻画 刻画呀 也是出见成效 当时就看现场这块三十多斤的大石头 警方就想 什么人啊 能有体力拿起来这块石头 你不是说费劲巴拉的搬起来 对吧 你得搬起来 举起来 在砸人呢 所以他拿这三十多斤的石头 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再一个死者的裤腰带开了 死者当时在干什么 为什么裤腰带开了 最后警方分析 嫌疑人很有可能是男人 而这个男人很有可能 是和死者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有关联的 可就在这时候啊 对工地的摸牌结束了 警方得到的却是一个 很失望的结果 各个工地上都说 没有失踪人员呢 那么这也就没有线索了 根本没有人反映说有人失踪什么呢 没有线索 那么这就证明警方之前的推断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 侦查的方向很可能错了 警方就开始发动老百姓 发动群众寻找师员 把受害者的图片呢 就拿着向周围的群众扩散 一边啊 是发动群众寻找师员 另一边呢 又有了新的侦查方向 那个现场啊 正好有一个多兰湖三号高速的摄像头 正好这个摄像头是对着现场附近的 他那个拍摄范围呢 就在现场周边 这很关键 看这监控摄像头里会不会出现可疑的人物 其次 这案发现场这儿啊 也有监控 您各位该说了 那既然有监控摄像头 你直接看监控不完了吗 你还走访摸牌个什么劲呢 首先呢 得避免遗漏嫌疑人的画面 所以观看监控 不能快进 不能快退 不能跳跃 你就得一比一的比例 一点一点的看 死者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这个很关键 之前咱们说了 根据死者腐败情况来看 死亡时间呢 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监控视频 你从头到尾的看 这是需要时间的 你不能说光派人在这看监控 别的事情你就不做了 对吧 那得是齐头并进 再一个呢 发现尸体的时间 它不是死亡时间的 你只有知道了确切的死亡时间 才能顺利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那么在等待确切死亡时间 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你也得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分析 后来啊 法医就推断 死亡时间应该是二十天左右 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死者的身上啊 都生蛆了 一般这个蛆啊 大家都见过是吧 在那儿雇佣雇佣的啊 一只一只小小的白色的小虫子 很恶心啊 那么一般这蛆呢 是怎么变成蛆的 它先是有卵 卵呢 先变成蛆蛆呢 再变成蛹 蛹再变成幼虫 那么死者身上生的这蛆 正好是这个幼虫阶段 蛹到幼虫这个阶段 那么这样就能够初步推断出来 死亡时间是二十天左右 这么长的时间跨度 对于看监控的侦察员来说 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呢 警方分了三组 没组两个人 整天这六个人呢 什么也不用干了 就不停的观看视频 筛选视频 为了争取时间呢 警方还利用了先进的图像侦察系统 这个图像侦察系统是个什么意思呢 用机器啊 可以对这监控视频进行录入和解锁 就是能够可以快速的查找到某个移动的物体 机器发现了什么可疑的视频了 再由人工重新去看 死者呢 死亡时候穿的是一件红色的T恤 抓住这个特征 警方就开始对监控来进行搜索 虽然有侦察软件的帮助 但是监控视频的量太大了 案发当天通过观看视频 一点收获也没有 看视频呢 看的时间长了 人都会头晕 你都得看吐了啊 所以说呢 每两个小时就换一次人 你这个看视频看的你说这民警难受 这还好 你这一难受精神一不集中 你要是漏过什么关键信息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呢 不能让他们太疲劳 还是应该轮班制 但此时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之前法医推断出来的死者死亡时间 应该是20天前左右 正是因为法医给出的这个结论 这就让民警们筛查监控的时候啊 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之前我们说很多案子的时候也提到过啊 在侦查过程之中时间很关键 如果说错过了破案的黄金时间 有些线索很可能就再也找不着了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法医认为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是20天左右 但是在案情分析会上 侦察员对死亡时间提出了不同意见了 认为死亡时间呢 应该不到半个月 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跟20天 这差距可就太大了 为什么民警会对死亡时间提出不同意见呢 为什么不听法医的专业鉴定报告的结果呢 这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在现场遗留的物证之中 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 死者身边啊 有一个矿泉水瓶子 这矿泉水的生产日期是6月11号 发现尸体是6月27号 法医推断死亡时间 应该是6月27号往前倒20天 也就是6月7号左右 那6月7号死的 你身边怎么会出现一个6月11号的矿泉水瓶子呢 事情进展到这儿 难道说法医通过生蛆 那蛆虫的生长速度 推断出的死亡时间 竟然出错了吗 您各位听友可能又说了 这矿泉水瓶 是不是后来什么人随手扔那儿的呀 或者是拿风给吹到这儿来的呀 事实证明 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各位还记得吧 死者的尸体 是拿防雨布包着的 而这矿泉水瓶 在防雨布的下面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先有了矿泉水瓶 后来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把这个雨布 往这尸体上一裹 往这地上一扔 这就压到了那个矿泉水瓶 那么矿泉水瓶的生产日期是6月11号 也就是说 死者到这儿 尸体到这儿的时间 一定是在6月11号之后 你这矿泉水 它从出厂 你再到商店 你再到消费者买了 再喝了 再扔到那儿 最起码它也得有几天的时间吧 侦察员呢 又迅速走访商品的流通环节 就想搞清楚一瓶水 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上 到底需要几天 商家也好 厂家也好 给出的结论 一般呢 是三四天 6月11号生产的矿泉水 最早也得6月15号 才能到案发现场 那么死者的死亡时间 就应该是在6月15号之后 而不是之前推断的6月7号左右 当然了 无论是法医也好 技术人员也好 还是刑警也好 给出的这些结论 他也都是警工参考 对吧 案子没破呢 就说死亡多长时间了 这是一种推理 按照常规的经验来进行的推理 所以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 案发第二天 根据新推断的死亡时间 侦察人员呢 重新又筛选了这个监控录像 尤其是对重点时间段的监控视频 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很快 关键的线索 关键的资料 就筛选出来了 发现在6月19号早上 6点多的时候 监控视频拍到了这个死者 死者呢 看样子是在佛塔底下睡觉呢 这就证明了 死者的死亡时间 不是之前推断的6月7号左右 尸体被塑料布盖着 加上天气炎热 所以呢 腐败的很快 这也造成了法医判断上的失误啊 对高度腐败的尸体啊 进行死亡时间推断 本来就是一个难度特别高的课题 出现误差呢 是在所难免的 而侦察人员呢 利用现场的这么一个矿泉水平 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成功的修正了这个误差 也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侦察时间 警方啊 就从这6月19号的监控视频再往下慢慢的就捋呗 发现死者还有一个同伴 一块在普惠塔下边住在一起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6点起 包括上午啊 这个视频都能够看见这俩人 警方从这个视频上就分析 这两个人的关系呢 应该是比较亲密的 监控上的时间一直到了6月19号下午4点左右 侦察员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身穿红色衣服的死者 与身穿白色衣服的同伴一起消失在了画面深处的树林子里边 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 晚上6点 那个穿白衣服的同伴从案发现场就走了出来 而且呢 还穿了一件蓝色大衣 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走了 睡觉都挤在一块睡 这证明关系很亲近呢 可为什么进了一趟树林子 死者没出来 这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呢 当时警方啊 就高度怀疑这是凶手 但是你没有办法 凭借这监控视频 你就说人家是凶手 但不论他是不是凶手 至少他一定是知情人 现在有了监控视频的辅助 就等于有了死者和嫌疑人的精细的图像了 民警呢 用手机把这图像啊都翻拍了下来 开始了又一轮的走访摸牌工作 而就在此时 公安局里来了一男一女 要求辨认尸体 来的这个男人呢 他说他弟弟不见了 一家已经十多天没弟弟的消息了 经过辨认 这个男的当时就认出来 说死者啊 就是我的弟弟 因为他穿的裤子 是我哥哥给他买的 来的这个女人呢 是死者的同乡 因为看到了其他的通报 就发现死者啊 很像一个村子的童某 这才通知的童某的哥哥 一块来辨认 经过核实 经过DNA的比对 这死者果不其然 就是失踪多天的童某 诗员终于确定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 通过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 很容易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了 可这次的结果 却出乎侦察员的预料 他哥哥呀 一说起来死者的名字 警察当时就查出来 曾经啊 警方约束过死者 为什么呢 喝酒闹事 警方曾经把他约束到酒井 然后啊 这死者呢 也没什么有矛盾的人 没说跟谁说有仇啊 有怨啊 欠谁钱呢 或者跟什么女人纠扯不清啊 都没有 但是死者同谋 有一个毛病 嗜酒如命 平时呢 也不务正业 有点钱就喝酒去 所以和家人的关系啊 也都挺疏远的 除了喝酒 同谋没有仇人 而且呢 他生活贫困 更不可能成为别人抢劫的目标 就是别人不可能因财杀他 也不可能殷勤杀他 也不太可能因为仇杀他 那么为什么要杀他呢 警方此时最后的希望 只能是辨认出那个和童某最后接触的 穿白衣服的男子了 当时啊 警方就问 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可是童某的家人看来看去 不知道 没见过 不认识 本来以为查到了师园就能柳暗花明了 可结果一无所获 警方啊 通过走访附近老百姓 有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人呢 经常在公园里边出现 随后警方呢 又扩大了对监控视频的筛查范围 还真是有了新的收获了 为什么呢 这穿白衣服的人 他不是骑自行车走的吗 你既然是骑车 你应该走不了特别远 所以啊 就顺着他骑车走的这个方向 挨个的监控摄像头 追查过去 就想着追踪嫌疑人骑车的路线 发现他的落脚点 后来呢 这嫌疑人骑着自行车就出了城了 出城之后 也没有了视频监控了 这才彻底走出了警方的视线 通过对他路线的追踪 就发现呢 他到过阴德尔镇多兰湖 能找到普惠塔 这说明他在阴德尔镇生活过 这样警方就又往前啊 调之前的视频资料 发现嫌疑人在阴德尔镇待过 既然你在这儿生活过 那么必然会留下你的蛛丝马迹 根据监控追踪到 嫌疑人离开犯罪现场的路线之后 侦察员呢 又在地图上 一一的标出了线路的坐标 根据这条路线 也要尽快分析出 嫌疑人最有可能活动和停留的区域 在重点区域里面 再调取社会监控 搜寻目标 很快 嫌疑人又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里 发现这个嫌疑人呢 曾经到一个卖酒的地方进去过 并且进去的时间很长 那么这就说明 这儿可能有人认识他 你要是不认识这店家 你进去买完东西就出来呗 你只有说认识人家 跟人落半天坑 你才可能待这么长时间 警方呢 就到了那个卖酒的店里边进行走访 走访中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说这个人呢 在买酒的过程之中 确实跟这店家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 说他是小城在那边过来干活的 马上警方呢 就又通知小城派出所的社区人员进行辨认 正好辨认出来 这个人姓张 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 很快张某就被带到了公安机关 在众多的证据面前 张某还是交代了犯罪的过程 张某和死者童某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们是一块喝酒认识的 因为这俩呀都不务正业 都是流浪汉 也没有固定的场所居住 所以就一起在公园的佛法底下 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据张某交代 因为俩人都没收入 平时呢都是靠小偷小摸 张某案发当天骑的自行车 就是偷来的 俩人顺手牵羊 偷来的钱 基本上都喝酒了 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相处不错的张某和童某啊 不是因为什么女人反目 而是因为一部手机反目成仇 这部手机呢 是他们俩在阴德尔镇 一户居民家里边偷来的 偷来之后啊 这童某就想着据为己有了 这手机就是我的了 这张某呢 就多次跟他要这个手机 咱俩一块头的 不能光是你的呀 也得给我用用啊 但是童某就是不给他 这么着 张某系上仇了 趁着童某睡觉的时候 拿起来公园里边的大石头 咣当就砸在了童某的脑袋上 因为童某来本地的时间不长 在这也没熟人 他就想着肯定不会有人知道我 也不会有人找到我 所以在案发之后 他也没有离开扎赖特齐 而且呢 同伙死了好几天之后 他发现警察怎么还没找我来呀 那就找不找我来呀 他就更放心了 可他哪想到 警方从发现尸体 到把他抓捕归案 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 至此 这起佛塔底下的命案 最终告破 在今天的开头 咱们先来回忆一下近些年 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比如01年 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比如10年 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 比如日本 2011年311地震和312核泄漏事件 再比如2000年以前 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死亡事件 再比如近几年的 美国那边奇葩暴躁的商人特朗普 成为美国总统 等等等等 那这些事情呢 毫无疑问 都是一些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了 他们看似毫不相干 没有关系 但如果我们说 其实早在1995年 就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预言说这些事情 在以后一定会发生 那估计很多人都会不相信 都会把这当成是天方夜谈 毕竟有关预言的话题多了去了 比如咱们曾经做过的 有关推背图的预言 再比如著名的火星男孩 波里斯卡 所谓的预言家 诺查丹马斯 还有我们早期节目说过的 艾德加凯西 这些所谓的预言呢 要么是巧合 要么是一些牵强附会的强行解释 要么就是年代太过久远 我们想查也查不清了 但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 跟其他那些预言 还都不太一样 准确来讲呢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东西呢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言 那它本质上呢 其实只是一个卡牌游戏 但咱们刚刚列举的那些重大事件 却都能在这个卡牌游戏里面 找到生动形象的刻画和记载 这套神奇的卡牌游戏 发行于1995年 它的名字叫做光明会 新世界秩序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套神秘的卡牌游戏 以及它做出的种种 极其准确的 让人细思极恐的预言 首先 从这个卡牌游戏的名字 大伙应该也能够看出来 这套卡牌游戏呢 它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前缀 叫光明会 这大伙肯定就感兴趣了 因为诸如光明会啊 攻击会啊 等等这些神秘的组织 一直都是阴谋论的核心话题 说这些神秘的组织 在背后操纵世界啊 等等等等 很复杂 特别乱 说法特别多 关键呢 它还难以鉴别 所以咱们也一直都没有正儿八经的 说过有关这个光明会 或者攻击会的故事 那么这套卡牌游戏呢 叫做光明会新世界秩序 那么这也就表示 这个游戏或多或少的 它跟光明会啊 可能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说咱们就有必要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光明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说在1776年 有一个叫做亚当维索兹的一个德国人 在巴伐利亚最早建立了这个光明会 这个亚当维索兹呢 他是一个天才 年少有为 20岁就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 24岁就当了大学教授 但在中世纪那会儿呢 人们上学不光要学这个专业知识 还要学神学 那亚当维索兹呢 他当时学的就是耶稣 但是学着学着 他感觉自己这想法跟这耶稣有点不一样 他就不想学了 于是呢 就改去学了古埃及的神学和犹太教 在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他感觉这些东西不错 很符合自己的想法 于是呢 决定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自己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教派 最后就有了这个光明会 但光明会最开始规模非常小 加上这亚当维索兹 他一共只有三个人 所以当时这仨人呢 就拼命的往里拉会员 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 那么在这其中呢 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共济会的人加入进来了 那这共济会 也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神秘的组织 有关共济会的诞生 比这光明会还要乱呢 理不清 咱们在这不多说了 就说当时 他们把这些共济会成员拉进来以后啊 这共济会成员就感觉这个 创始人这亚当维索兹 确实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就想把他呢 给反拉进共济会 本来感觉很难 就没想到他们跟这亚当一说 亚当维索兹直接就同意了 同意加入共济会 但其实呢 人家是有目的的 他加入共济会以后 就开始拉拢更多的共济会的人 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光明会 他当时着重拉拢的都是一些有钱有权的贵族 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现象 这共济会里的有钱人 有势的人就都加入了光明会了 所以咱们可以大概的理解为 说共济会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 而光明会是这个组织里面的精英 所组成的一个小组织 当然咱们可以大概的这样理解 他并不严谨 也不要较真 那么渐渐的随着时间推移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共济会的人 都主动的想要加入到光明会了 因此光明会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而且因为很多有钱有势的人 都主动加入光明会了 那这就让当时的这个罗马教廷 以及政府感到害怕了 虽然你这个组织嘴上说着要干好事 但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呢 再加上你现在这势力这么强大 那以后更不可控了 所以政府和教廷就开始有意打压光明会 那么在持续的打压之下 光明会很多成员就只能开始隐姓埋名 转入地下活动 那转入地下以后 所有事情都得按地操作了 再加上光明会 这里边都是一些贵族政要之类的 他们的能量非常大 举手投足之间就有可能会影响一个地区 甚至一个国家的动向 那么所以渐渐的呢 这光明会就变成了世界上最神秘的组织之一 更有甚者 很多阴谋论都说 在一直以来都是光明会在操纵着世界发展 甚至光明会还操纵一些外星人 或者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 让他们去帮助自己达成想要的目的 等等等等 那这些说法呢 听起来确实很邪乎 但都是阴谋论啊 它终究只是空穴来风 没有确凿证据 是很难站住脚的 不过呢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卡牌游戏 它就不一样了 别看它是游戏 但它很厉害 在卡牌发行之后 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大事件 都被这些卡牌给一一的预告了 在卡牌上写的清清楚楚 那么这套卡牌 它为什么能够预言未来呢 这些卡牌的内容来源 又是取自哪里呢 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咱们今天在故事当中也都会说到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套卡牌游戏 名字咱说了 叫光明慧新世界秩序 它是在1995年 一位叫做史蒂夫·杰克逊的人 他发明的 发明之后 开始发行售卖 那这套卡牌呢 很有特色 在他这个包装盒上 就写着这么一句话 背叛朋友 摧毁敌人 控制全世界 可以说光看这个标语 就让人感觉不明觉厉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卡牌游戏呢 是一种TCJ式的 集幻式卡牌 什么意思 玩过万质牌 玩过游戏王的朋友 应该对这类卡牌感到很熟悉 这款卡牌呢 跟他们很相似 玩家要扮演光明慧内部的某一个分支机构 组建一套牌组进行游戏 这卡牌一共有八类 分别是暗杀 灾害 集团 光明慧 名人 地点 阴谋 资源 一共八种牌 玩家可以选择任意种类 任意数量的牌 加入自己的牌组 你甚至可以选择那种 科幻电影里面的黑衣人 或者是外星人 作为自己的这个分支身份 然后呢 在游戏过程当中 要通过控制资源 操控集团 制造阴谋或者阳谋 使用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 打败敌人 打败盟友 最终达到控制世界 称霸世界的目的 那怎么介绍到这 有朋友肯定就感到好奇了 说这听起来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卡牌游戏吗 跟咱平时玩的那些桌游有什么区别 您别说还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区别在哪 区别在这个卡牌啊 寿命特别短 这一套卡牌游戏 在95年第一次发行之后 没多长时间 就被有关部门叫停生产了 那对于这个卡牌的停止发行 当年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这样的 说该卡牌版本 因其卡牌内容 过于贴近美国现实政府的全谋 所以被迫停止发行 那如果说这个话不好理解 稍后咱们会举一些案例 通过案例 大伙一看就全明白 那也正是因为当时这个卡牌 所谓的说太过贴近美国现实政府的全谋了 所以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 这卡牌又发布了第二版 一个新版 不过这新版的就没什么意思了 咱们在这不多说 而且咱们需要说的是什么呢 当时95年的这个卡牌游戏 刚出来之后没多久 他的创作者是利夫杰克逊 他就被美国政府告上了法庭 而且据说 生产和发明这个卡牌游戏的公司 也同时受到了不明势力的威胁 有可能已经危及生命了 因此他们才在各种压力之下 不得不停止生产 这套卡牌 95年版的卡牌 也就从此绝办 但即便绝版 即便停止生产了 已经发行的卡牌 也都已经流通出去了 待到几年之后 当年购买光明会 新世界秩序卡牌的人们 就惊讶的发现 这套卡牌刻画的内容 在发行后不到十年内 开始一张一张的成为了现实 换句话说 这套在95年发行的卡牌 成功的预言了几年 甚至十几年以后 发生的许多事情 那么他都预言了哪些事情呢 咱们先来一睹为快 通过刚刚简单的介绍 相信很多朋友 已经对这套卡牌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 不要慌 为了满足大伙 同时也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 我们已经搜集到了这套卡牌的所有英文原版卡图 以及卡牌的游戏说明手册 另外还包括他们所有的中文翻译版本 大伙如果想看这些卡牌是什么样的 想看看这个卡牌怎么玩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叫大碗说故事 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 光明会卡牌 回复这个光明会卡牌 这关键词 就可以收到这套卡牌游戏的所有卡图 和游戏说明书 以及中文版本 我们也建议大伙 配合这个卡牌资料 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好 咱们接着说 说在那些已经成功预演的那些世界性的事件当中 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惊 感到难以置信的 要属美国的911事件 咱们都知道911事件是一个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在这套卡牌里面就有这么一张牌 这个牌名字叫做恐怖核武器 卡牌说明是这么写的 说使用此卡牌后 可以增加10点生命值 或者增加你手下任意一个武装暴力团伙的10点力量值 如果该卡牌与任何行动一起使用 它必须在行动第一次被宣布时开始生效 并且只附加在该次行动上 如果被用于防御 奖金将持续到当前回合结束 且只对防御有效 不计入目标 这是这个卡牌的文字说明 这跟这个游戏规则有关系 咱们不用多关注 咱们主要看这个文字上方的这卡牌的这个图画 这个图画上的画着两栋摩天大楼 这两栋大楼很显然遭到袭击了 巨大的爆炸的火球在大楼上熊熊燃烧 其中右边这栋楼遭到的袭击比较严重 已经开始变得有点倾斜了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这是这个卡图 它画的东西 那这样的一张图 如果放到01年之前 人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但是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 细心的人们找到了一张 在纽约拍摄的这个911事件 那个世贸中心双子塔 那两栋大楼被袭击的照片 这照片大伙肯定也都看过 把这个照片和这张卡牌 放在一起之后一比较啊 人们震惊了 这卡牌图画和那个照片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无论是这两栋大楼的外形 还是除了两栋大楼以外 在左下角的那些相对比较矮的楼房 还是说大楼上的一些标志性特征 这都是911袭击当中 那个世贸中心双子塔才有的特征 而且这还不算完 就连卡牌当中那个火球爆炸的位置 都和911事件当中 实际遭受打击的那个楼层的位置 都是特别的相似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所以你说这是巧合吗 恐怕很难 如果巧合的话 他不可能把这个楼画的跟这个袭击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就是那个世贸中心 那双子塔 一看就知道 这是911事件 所以911事发之后 有心的人把这卡图拿出来 跟那照片一对比 完全震惊 不过非要较真的话 这张卡牌上 也确实存在一些瑕疵 细心的朋友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刚咱们说了 说这张卡牌的名字 叫做恐怖核武器 不是普通的炸弹袭击 而是恐怖核武器的袭击 但咱们都知道 911事件 是恐怖分子 劫持了民航客机 直接撞向了世贸大厦的双子塔 它并不是核武器炸弹 也不是炸弹炸弹 它是飞机炸弹 所以说 这就存在瑕疵了 这整张卡牌 跟911事件 也不是完全一样 但咱们仔细研究啊 说这个瑕疵 它真的能够成立吗 老听众们应该还记得 咱们在2016年 专门做过一期 有关911事件的节目 这期节目 如果您想听 不用专门的回去翻 我会把它传到 咱们的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里面 您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911就能够收听到 这期节目了 我当时在那期节目里面 咱们列出了大量的 有关911事件的疑点 其中最为可疑的一点 就是双子塔被袭击之后 它坍塌的过程 这过程很奇怪 被袭击以后呢 上层那个被袭击的建筑 还没开始崩塌掉落呢 这下层就已经开始先崩塌了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可疑的 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 当时撞击大楼的那个飞机 它只有不到30吨 但整个这大楼 它都是钢制结构的 咱们知道钢制结构是非常结实的 是使用了30万吨的钢材 整体连接构造而成 当大楼上半部分被撞击 并引起燃烧的时候 整个大楼的钢制结构 它是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就迅速的融化并且坍塌的 因为这种钢制结构 要想融化坍塌 它必须达到800度的高温 但一架飞机的撞击 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 也不可能让整栋大楼 不管上面还是下面 同时都到这么高的温度 所以后来呢 通过对爆炸的照片和视频进行分析 有不少建筑学家认为 说这个世贸大厦的坍塌的过程 它不像是飞机撞的 更像是内部已经事先设置好了 能够引起高温 导致钢铁融化的一些爆炸物 这些爆炸物被同时引爆之后 爆炸和燃烧 它才能产生 咱刚说的那种反常的崩塌情况 而能够在瞬间引起高温 导致这个钢结构在短时间之内融化的 后来经过专家分析 在当时来讲 极有可能是配备了 微型核弹头的波音巡航导弹 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恐怖袭击发生的当天 在现场救难的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当中 有许多人都听到了连续的爆破声 一架飞机撞大楼 怎么可能会有连续爆破声呢 基本不可能 并且在这个大楼后来倒塌之后 很多人也看到 散发出了极其大量的细微的粉末 那么毫无疑问 这都是炸弹爆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 不仅如此 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有2500多名救难人员被诊断出 突然患上了各式各样的癌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世贸7号大楼 在别的地方 他并没有遭到撞击 但是在这个1号2号大楼倒塌之后不久 7号大楼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闪光 紧接着也跟着莫名其妙的坍塌了 这都是一些很奇怪的细节 看起来不像是飞机撞击能够引起的 所以说呢 结合诸多的疑点 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就产生了 一些人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911事件啊 其实是某些组织有意为之的 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而不是什么恐怖分子拿飞机撞的 不仅如此 后来人们还在那张卡牌当中 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线索 发现在这个卡牌图画左下角的一栋楼房上 有一个很小的三角形的标志 这三角形中间 还有一个圆圆的类似眼睛一样的图案 这个标志大伙太熟悉了 金字塔加上权势之眼 这不就是光明慧的标志吗 难道说这911事件 它跟光明慧还有关系呢 不好说 这个猜测目前为止只能说是个阴谋论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只有一番推测 但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说 这张在1995年出版的卡牌 它确确实实成功的预演了 在01年发生的911事件 而且这个预言 现在似乎还没有完结 因为有关这个911事件的性质 到底是飞机撞的还是炸弹炸的 在卡牌的名称和现实当中的诸多猜测上 似乎也都是吻合的 但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被证实 可能证实以后咱们就知道了 所以说就这样 这张叫做恐怖核武器的卡牌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张预演牌了 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都开始研究这套卡牌 然后他们就惊讶的发现 这套卡牌确实不简单 包括戴安娜王妃的死亡 墨西哥湾漏油 日本大地震 奥巴马当选 特朗普当选 等等许多大事件 似乎都被这套卡牌给预言中了 那么这些预言都是怎么回事呢 卡牌到底是如何预言的 这套卡牌又为什么 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 在上回咱们介绍了光明会 新世界秩序 这个神奇的卡牌游戏 说这个卡牌游戏呢 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许多大事件都已经被他预测到了 非常的神奇 为此我们还对卡牌当中 对911事件的预言 做了一番分析 发现确实很有意思 但光说不练个假把式 大伙更想听的呢 肯定还是这些卡牌当中的预言 他到底预言了什么 这些预言的可信度有多高 是单纯的牵强附会 还是真的很贴合实际 咱们在这再多说这么几个案例 在当时911事件之后 有大量的阴谋论爱好者 都开始来研究这个光明会 新世界秩序这套卡牌 很快他们就发现除了911之外 还有大量的卡牌的内容都已经实现了 就比如曾经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和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夫妇之间的故事 说在这套卡牌里面 有这么两张人物牌 一个是比尔克林顿 一个是希拉里克林顿 这个比尔克林顿 他的卡牌效果是这样的 说比尔克林顿 如果尝试控制任何政府部门 力量值加3 如果目标是美国政府部门 可以直接控制 并且力量值加8 这是克林顿 那希拉里的卡牌效果呢 更有意思了 说如果尝试控制比尔克林顿 民主党 以及国会议员夫人团 力量值加2 如果目标是控制 他们的任何集团的时候 可以直接控制 并且力量值加6 虽然说咱们不太懂 这个美国政府部门内部的 一些具体情况 但是通过这两张卡牌的效果 咱们其实就能够看出来 这其实是在影射 美国政府内部的这么一个混乱的关系 那这一部分呢 其实严格来讲不算是预言 因为美国政府内部混乱 他们美国人自己应该也比较清楚 所以就放在这卡牌效果里了 不过呢 咱们需要在意的是这个卡牌的图片 这两张卡牌的图案呢 非常有意思 比尔克林顿这张牌上画的 是克林顿的上半身 很帅气 身穿蓝色西服 面带微笑 而且手里边还把玩着一枚硬币 但奇怪的是呢 克林顿的脖子上 带着这么一个项圈 项圈上连着一根绳子 绳子被扯得很直 一直扯到了画面外边 所以说绳子另一端是什么 没有画出来 不知道 那么这个项圈 这个绳子 这有什么用呢 代表什么意思呢 单从这一张图上 确实是看不出来 但如果咱们再看看希拉里的这个卡牌图片 就能够恍然大悟了 这个希拉里这卡牌上面 画的是希拉里的上半身 同样是面带微笑 身穿绿色上衣 最最关键的是 他的手里边 牵着一根绳子 而这绳子牵的东西 另一边也没画出来 但如果说 把这两张卡牌放在一起 就能够发现 其实是希拉里在牵着克林顿 那么这也就代表着 克林顿实际上 是被希拉里控制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别急 咱们先来看一张名字叫做美人计的卡牌 来看这第三张卡牌 这个美人计卡牌效果是这样的 对任何男性名人攻击力加武 但是必须由媒体发动攻击 如果成功 该男士将会因为丑闻 无法再担任公职而退出游戏 看了这个卡牌效果 了解政治的朋友肯定已经猜到了 没错 当时在这套纸牌发行三年之后 1998年 就发生了克林顿性丑闻事件 当时克林顿的竞争对手 在白宫安装窃听器 监听到了克林顿 和白宫的女实习生叫莱文斯基之间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并且曝光给了媒体 那这件事和美人计的这个卡牌效果 简直是不谋而合 确实这个美人计是被媒体爆出来的 而且巧合的是呢 美人计这张卡的卡图上画的那个女人 跟当年的那个莱文斯基还真的有那么几分相似 但这还不算完 我们都知道 克林顿被报性丑闻之后 那希拉里作为妻子 当时表示的非常大方 她面对媒体表示愿意原谅丈夫 并且会继续支持她 这看起来是一个大方知性的这么一名妻子 但是几年之后又有媒体爆出了这件事情的真相 说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看的这样 为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希拉里曾经竞选过总统 但是没有当上 那希拉里当时她这么做 表示要原谅丈夫 其实就是为了博得大家的这么一个民心 当时在这个克林顿性丑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之后所有的一些后续 其实都是希拉里在故意操控的 所以当时这件克林顿性丑闻的这个事情 中心人物看似是这个女实习生莱文斯基 其实幕后主使都是希拉里 希拉里当时精心策划 操控了丑闻被曝光之后的所有的环节 并且滥用职权 缩使他人做伪证 妨碍司法公正 并且把自己塑造成了这么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 这为的其实就是给自己之后总统竞选铺路 另外不论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 还是克林顿下台之后 其实希拉里是一直都在控制 在操控克林顿的 或者说在压制克林顿 他呢其实把克林顿一直当作是一种政治资源 为了让自己能够当选总统 不计一切手段 当然庆幸的是这种人最后他没有当上总统 其实有关这个希拉里压制或者操控克林顿的这个新闻 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有关政治这方面 美国那边特别乱 很多案例和细节 咱们在这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总而言之呢 现在把这三张卡牌放在一起 这卡牌这个图上 为什么是希拉里牵着克林顿 大伙应该也就明白了 而且咱们得时刻注意啊 这套卡牌 它是1995年生产的 但这些事情发生在1998年 而希拉里被爆出 一直在压制并且操控克林顿 却是最近几年才被陆续爆出的 这前后时间点一对比 这的确就很让人震惊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点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还是有意为之 说美人记那张卡牌的卡图上 画着的那个女人 她戴了一副眼镜 在这个眼镜左镜片的下方 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光明慧的标志 跟911那张卡牌上一样 那么这个标志会不会是在暗示着什么呢 有人解释说 说这个其实是暗示 克林顿性丑闻 是光明慧幕后主使的 但这么说呢 其实也有点过于绝对 有点过于阴谋论 因为这个确实不好说 也有可能只是人家这个卡牌的制造者 他单纯的为了符合这个卡牌游戏的名字 才到处画这么一个光明慧的标志的 毕竟这游戏 他名字就叫做光明慧新世界秩序 对于不了解政治 或者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讲 克林顿和希拉里的故事 可能并没有给人那么强烈的兴致 但没关系 这套卡牌的神奇之处 还有很多 他的预言不仅仅局限于政治 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也有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咱们中国 有这个中国的卡牌 中国的卡牌名字就叫中国 卡牌图画呢 也非常简单直接 左半部分是万里长城 右上角是毛主席 右下角是天安门的一角 这卡牌效果呢 更加的简单粗暴 这么写的 中国的资源储量 巨大而且丰富 可以给他控制的任何公司组织 提供一次额外的行动机会 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并且极有可能继续存在几千年 任何想要推翻他的行动 哪怕只是一场自然灾难 都将受到20点生命值的惩罚 这个效果听起来还是很爽的 这个预言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 那除了这个国家牌之外 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卡牌 这些卡牌呢 似乎都能够跟一些重大事件 联系在一起 咱们稍微举两个 比如有一张卡牌 叫做戴安娜王妃 你没猜错 就是英国的那个著名的戴安娜王妃 这卡图上画的 也的确就是那个戴安娜王妃 这张卡牌的效果呢 非常厉害 你的所有的其他自由组织 增加一点控制力 戴安娜王妃和他的手下 免疫一切对手的攻击 除了媒体 这张牌的效果 就是这么的简单之间 免疫一切攻击 最后的这个附加条件 除了媒体 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为什么呢 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了 戴安娜王妃 死于这套卡牌 发行的两年之后 1997年 年仅36岁 那她是怎么死的呢 是因为狗仔队 说白了 就是因为媒体 1997年 8月30号 戴安娜王妃和她的男友多迪 为了躲避狗仔队的偷拍 在法国巴黎发生了车祸 当场身亡 当时他们本来在车上 但这狗仔队呢 仍然开着车 穷追不舍 戴安娜王妃非常生气 只能让司机加快速度 希望能够甩掉这些狗仔队 但一不小心 一不留神 他们的车撞到了灯柱和石墙上 撞了个稀巴烂 而更可恶的是 在车祸发生之后 狗仔队非但没有第一时间 打急救电话 反而是举起相机 疯狂的拍照 甚至在医护人员到来之后 也没有及时的进行抢救措施 他们这么做 为的就是把这个照片 卖给媒体 赚大钱 所以说戴安娜王妃的死 确实是死于媒体 当然对于她的死 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比如有的说是被陷害 但是无论如何 她是因为狗仔队的追踪 最终导致车祸死亡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这件发生在1997年的事情 却早在1995年制作的卡牌当中 就已经提到了免疫一切攻击 除了媒体 这是戴安娜王妃 这个确实很让人震惊 再比如还有一个牌 叫做核事故 这个核事故这张卡牌图案上 画的是两个巨大的烟囱 这毫无疑问 是核电站的那种大烟囱 从这两个大烟囱里面 冒出来滚滚的黑烟 并且其中右边的 这个烟囱上 已经出现了两条巨大的裂痕 这张卡牌的文字 说明上是这么写的 这是一个瞬间的攻击 可以摧毁任何地方 它不需要行动指令 它对一个巨大目标的攻击伤害 是14 对任何其他规模目标的攻击伤害 是18 如果攻击成功 目标将被损坏 如果制骰子成功超过4次 目标将被完全摧毁 当这张卡牌使用时 核能公司将失去他们的所有行动牌 这是一张说是核事故的这么一张牌 卡图上画的呢 毫无疑问就是核电站了 但这个核电站的这个烟囱 有人仔细观察就发现问题 你看啊 右边这个烟囱上 那两条巨大的裂痕 这两条裂痕啊 很像是樱花树的树枝 更妙的是在这个裂痕上 渐渐的泛出来一些 有点像是雪一样的红色的一些痕迹 这些痕迹看起来啊 就像是树枝上的樱花 那么提到樱花 咱们最先想到哪 不用说肯定是日本了 而日本在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 紧接着就发生了312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 这个事故非常非常严重 到现在都没有人在那附近再居住了 这个情况跟这个卡牌的效果描述 也是不谋而合 另外还有一张卡牌 叫做漏游事故 这卡图里面画的是一只海鸟 张着大嘴 表情看起来非常惊恐 海鸟脖子以下的部分全在水里 但仔细看着能发现这个海水是黑色的 结合卡牌的名字漏游事故 我们能够推测 这黑色的海水 是因为已经被石油污染了 海鸟的脖子和头上 全都沾满了黑褐色的石油 在远住海面上 还有一艘船只正在下沉 这卡片效果写着 这是一次可以摧毁任何海岸地点的紧急攻击 它不需要单独发出行动 如果攻击成功 目标会被破坏 攻击成功之后 你可以立即出牌 以环保组织的身份 采取一次特别行动 这个效果 每轮游戏中 每个玩家可以多次使用 那咱们再想想 现实当中 最近一次大型的漏游事故 发生在2010年4月 美国墨西哥湾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原油泄漏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当时有很多国家都向美国支援了设备和人手 以帮助美国尽快处理这个污染问题 当时甚至就连伊朗也向美国提供了打减压井的技术 而在2010年墨西哥湾的这次漏游事故当中 有一位摄影师拍到了一张非常非常著名的照片 那张照片和这张卡牌的卡图非常相似 照片上也是一只海鸟 海鸟浑身上下沾满了石油 张着大嘴很惊恐 它背后是一片油污的大海 唯一的不同在于这张照片里背景上没有那艘正在下沉的船只 那么这张照片后来也成为了墨西哥湾漏游事件最为经典 最具代表性的一张新闻照片 这个照片大伙应该是都看过的 当然没看过也没关系 咱们所有本期节目的相关的图片资料 各种照片包括那些卡牌资料 我们都会放到公众号里 您搜索我们的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 光明会卡牌 就可以查看了 前面咱们说了很多已经实现的预言 或者是跟很多已经发生的大事件 有关联的这么一些卡牌 那最后呢 咱们再说两个比较特殊的 这两个卡牌目前都还没有实现 但是有可能快要实现了 一个叫做适可而止 一个叫做组合灾难 这两张卡牌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两张卡牌上的内容 它实现的日期似乎就快要到了 如果这两张牌上的内容最终实现了 那么这一套卡牌游戏 它真的就细思极恐了 那这两张卡牌 第一张是跟特朗普有关系的 而这张卡牌拿过来一看啊 它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这张卡牌的图案画的 看起来跟特朗普太像太像 这个卡图上画的 是一个跟特朗普非常像的 一个在阴影当中的人脸 不过呢 这个人脸面目非常猙獰 看起来像是在大喊大叫 这个表情跟特朗普真的是不能再像了 大伙肯定看过一些有关特朗普的新闻报道 这个报道的照片里面的大部分 特朗普都是面带表情张着大嘴在演讲 这个表情跟这卡图上特别像 那大伙没看过也没关系 可以去咱们公众号大碗说故事 看看这个配套的图片 恢复关键词光明会卡牌 别忘了 那这张卡牌的名字叫做适可而止 而且就像这个名字一样 卡牌的效果描述 更加的粗暴可怕 这么写的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我们的狙击手都会放倒你 这个效果 在结合图片上那个猙獰大喊的表情 不少人就猜测了 说这张卡牌 它应该是暗示着特朗普会遭的枪杀 这是第一张有关特朗普的卡牌 然后咱们再来看第二张 这张卡牌的名字叫做组合灾难 卡牌效果是这样的 通过这张卡牌 你可以在同一个目标上组合两个灾难 你必须同时打出两张灾难牌 选择一个灾难作为主要灾难 然后跟进第二张作为次要灾难 卡牌上的所有说明均具有效力 这将会增加灾难的力量 这是效果 但这个效果不怎么重要 最有意思的是这张卡牌的卡图 这卡图很有层次 前面画着五个人 有男有女 一个穿着白衣服 一个穿着绿衣服 一个穿着蓝衣服 一个穿着红衣服 还有一个穿着黄衣服 还套了一件黑色外套 这五个人呢 黑黄白三种肤色都有 在这五个人后面 火光冲天 还有很多看不清的人影 看起来熙熙攘攘 在卡图右上角 有一个倒塌的钟楼 钟楼上的大钟 看样子是被炸飞了 正在半空当中悬着呢 钟表上的时间 是两点五十五分 那么这是白天的两点五十五 还是晚上的两点五十五呢 根据背景里的黑色的天空判断 应该是凌晨的两点五十五 说这张卡牌 当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没有人搞清楚 直到后来有一天 日本东京 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资格之后 不少人才恍然大悟 什么意思呢 您看这卡图上的这五个人 他们的衣服颜色分别是白 绿 黄 黑 蓝 红 这不正好是奥运五环的颜色呢 有人说不对 奥运五环那是五个颜色 你这六个颜色 多了一个白色 要我说 这您就是少见多怪 奥运五环确实是五个颜色 但这奥运五环 它得有一个底啊 这底是白色底啊 您看这奥运五环那个旗 都是五环 那旗的那个面 旗底是白色的 那现在 好 基本确定了 有可能是奥运会 那么怎么确定这个地点是在日本呢 我们看图上那个被炸飞的钟楼 这个钟楼呢 是典型的西式钟楼 乍一看啊 有点像是英国的大本钟 但也有细心的朋友 经过仔细比对 发现这个钟楼 它其实是日本东京银座的 和光百货大楼 所以这个卡图的内容 就锁定了 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 有关这张卡图 和日本和光百货大楼的对比 咱们公众号上也有 大伙可以看一看 那因此根据这张卡牌呢 很多人就推测 说这张卡牌也许是在暗示着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会发生某些灾难 而且这卡牌的名字 叫组合灾难 这会不会表示 祸不单行 将会有不止一场灾难发生 这仔细想想 的确是很有意思 这就是这套卡牌 留给近期的 亟待证实的两个预言 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 擦亮眼睛 时刻关注着点新闻 拭目以待 看看它会不会实现 那么讲了这么多 大伙也不难发现 这套卡牌 的确是很有意思 随着卡牌预言不断的被验证 人们对卡牌的预测性 几乎也不再怀疑了 进而对设计者 是如何做到预言的 更加感兴趣了 难道说这真的是 一系列的预言吗 还是说这一切 只是一连串的巧合呢 或者是卡牌设计者的一种 敏锐的前瞻性直觉呢 又或者细思极恐一点 整套卡牌 本身就是一个准备执行的计划呢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后来有不少人 对这套卡牌的设计者 史蒂夫 杰克逊 咱们前面提到了 对这个人进行了调查 调查之后呢 似乎也的确发现了一些 不得了的线索 在当年 史蒂夫被美国政府告上法庭之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史蒂夫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 结果在史蒂夫的电脑上 发现了很多黑客工具和大量奇怪的资料 这些资料明显不是史蒂夫的 资料文档都没有明确的标题和编号 而且大多是一些一言的历史和政治内容 当时大伙是这么认为的 但奇怪的是进一步阅读之后 却发现史蒂夫设计的卡牌内容 其实全部都来自这些资料 这就有意思了 后来有人猜测这些资料 很可能是光明会的内部资料 史蒂夫用黑客手段得到这些资料之后 把他们的内容做成了卡牌 如果说这是真的 那真的就细思极恐了 这说明光明会真的会给世界上的各个大事件 写这么一些剧本 那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完美的阳谋的案例 而且这就真的跟那些光明会控制世界的那些阴谋论 就不谋而合了 但好在目前 这只是群众们的猜测 没有确凿证据 官方也没有给出说明 所以这个神秘的卡牌游戏 它真的具有预言的作用吗 现在还真不好说 因为这个卡牌 它铺开的线索实在是太过复杂 范围太广了 它绝对不是一起超自然事件 而更应该是一个阴谋论的结合体 因此我们也实在是不敢往下定论 但大伙也不必担心 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两张亟待证实的卡牌 一个是特朗普的命运 一个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 那两张卡牌的内容都还没有实现 当2020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当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 我们看看那些卡牌的内容到底有没有发生 那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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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